HKG 部推介为大家送上《今日必看》 人称快必的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德志 2020年拜街站时多次叫喊黑警死全家、 江氏等港独及参谱线仇口号被控发表煽动文字 善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14宗罪 经审讯后被裁定发表煽动文字等11罪罪成 判囚40个月 谭德志不服定罪及刑罚早前提出上诉 上浩亭今天3月7日公布判辞 裁定煽动暴力意图不是煽动罪必要元素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1997年后手中煽动罪上诉案 关键争议在于煽动罪 应否以煽动暴力为定罪门栏 立场新闻案因应压后裁决 法官郭伟健早前指出 会在快必案有上诉结果后一个月内 就立场案再作裁决 发表出庭时身穿白色T恤 灰色外套 一旁听人士向他高叫 坐完探你 他高声回应 你一阵来探我 当日听闻判决后神情平静 旁听人士向他高叫 撑住 法官指出 文字会能令人将思想付诸行动 煽动性文字可能导致煽动行为或危害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或社会安宁的行为 法官强调 煽动罪目的是避免产生这种潜在的恶觉 这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认为煽动罪已在社会利益与个人言论自由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上诉庭考虑以上因素驳回谭德智的定罪上诉 法必谭德智仁如其名 一朝得智语无伦次 完全是典型的黑暴政棍 他幻想者黄黑政治理念走红 今次偷鸡不了蝎渣米 见他卖家会这样骂奖者骂市民这么个人 现在终于罪有应得 只能振你一句自己拿来衰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芯片